好 那么我们来听下一段 大家要注意听 注意听 所以如果是你们将来真的要学本论的话 我所以把库排得比较少的原因 你们要肯学 好好的要聚焦 各式各样的经论 自己证明 法话上面说得清清楚楚 我五两节以来就把圆满的教法告诉你 告诉你以后 对不起 你就听不清我的话 总是你急急忙忙 照你配你喂狗地去做 结果就因为这样 你以为得到了 没有 没有得到 所以他中间说了一个什么比喻 叫化成玉品 大家还有影响吧 这个化成玉品 我现在完全用最平常的方式来说明最重要的意义 就像说我们现在要去到每个地方求保一样 这条路是蛮长远的 大家一直跟着去那个大商主 大商主就是我们的佛徒了 他是完全了解的去走 哎呀 走的路上面又渴又热又累 大家说跑了个半天了又跑不到啊 眼看着要退心了 那个佛徒啊 也晓得这些人的心量太差 所以这个地方啊 现一个花车 哎 到了 到了 大家觉得啊 好欢喜 结果进了城 喝了一点水 吃饱了 觉得很高兴 佛徒教授 大家精神郑州了 哎 还没有到啊 下面还有路啊 那个时候他就跑起来 就堆了 我想在座的一定有很多同修 念古发花 晓得这个公案 每一念古号的去看一看 这一段在字面上 应该没有什么难懂的 对吧 那我再提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师父说 如果你们将来 真正要学本论的话 有个真正二字 然后可以稍作思考一下 为什么师父要 放上真正两个字呢 比如说可以说 如果你们将来要学本论的话 为什么要强调 真正要学本论的话 你们有答案吗 什么答案 通常我们跟一个人讨论问题说 你给我一点建议 然后有人会说 你要听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说我要听真的 说那我说了 你是真正的想听真的吗 我要说了 就说你是不是真正的要学 布里奥斯底广论 如果说真正要学的话 然后师父接下来讲的话 会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 应该说 就是这样一条路 所以说这里边 师父希望我们能怀着 非常阴重的心 开始学习布里奥斯底广论 那就是一个真心 就把自己的真心奉献出去的 这样的一种学习 就是把心投在里边 而不是浮浮泛泛的学 或者说走马光花的学 而整个生命投下去的这种力量 接着师父就提出说 把课排得比较少 然后又说一遍 你们要肯学 其实呢 就说你们要学就可以了 师父又在要学中间 加了一个肯字 你们要肯学 可以学什么 就是你愿意学呀 心甘情愿学呀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好好的去找 各式各样的经论 自己证明 有的人说 哇这么多年学一本论 不是的 学了这本论之后 我们会在这本论里 听到好多经典的名字 比如说现在就听到法华经 一开篇就听到法华和华严经 这样的话呢 因为布里奥斯底广论的原因 很多人就开始读法华经了 其实送一遍经也是功德无量 如果把华严送一遍的话 往那个八十华严 很厚 但是会非常非常欢喜 非常非常灿烂辉煌的一部经典 大家可以去读一下 未必读得懂 但是你读进去的话 是很美的 我最初知道楞严经 就是去一个阿姨家 听到有人在读楞严经 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是在读佛经 就一直听到说 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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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一边有个人 一直在说阿难 我就离开那个座位 跑到他们门口说 为什么是阿难 我就打开门 冲进去 我说你在说阿难 谁是阿难 然后就从他手里 把绿严经拿过来 然后那个正在诵经的 姐姐 非常惊愕 可能有点被我吓到 我哭了 然后说 为什么这个名字 听起来这么熟 谁是阿难 你在读什么 我就把那个绿严经 拿过来 开始自己看 在那面前自己看 好像那个姐姐 不存在一样 如果你认真地 送一本经 送经的时候 不知道你会利益到 多少友情呢 也许还有像我这样 莽撞的人 有一天 听到了 突然善根被启发了 然后他就找到了 他的皈依 找到了佛陀 所以师父在这里边说 好好的去找 各式各样的经论 自己证明 就是你要看 证明什么呀 证明普利奥斯里 广罗人讲的很多东西 是不是有依据的 是不是佛说的 所以接着 师父又讲了说 法华上面讲的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的什么呢 下面一大段 还记得吗 师父就说 我啊 无量解来 这是谁的语气呀 说我无量解来 无量解来 是多长时间啊 无尽的 从过去到现在 无尽的 就把那圆满的叫法 告诉你 告诉谁呀 我们可能说 在法华经里 是告诉法华经里 听到法华经的 那个人 但现在我们也听到了 法华经了 所以就把那圆满的叫法 告诉我们 告诉你的以后呢 对不起 你就听不进去我的话 总是 注意要看 告诉了之后呢 对不起 听者听不进 听不进的 选择了什么行动呢 总是 注意有个总字 不是说一会儿这样 他总是 一直是 急急忙忙 那状态 急急忙忙 干什么呢 照你 配你胃口的去做 什么叫照自己 配自己胃口的去做呀 习惯的 熟练的 对吧 想要的 自己愿意做的 然后就去做了 结果因为这样呢 自己以为得到了 没有 没有得到 可能很多年龄小的 不知道读这一段 是不是会 没有感觉 但是如果你曾经 带过弟弟妹妹的话 其实你也会清楚 你把一件事 告诉他很多遍 他不听 他非得照着 他自己的习惯 比如说你让他说 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你跑不稳 你不要追 你不要追我 他一定在后面追你 咔 倒了 然后膝盖流血了 哇 哭了 然后你给他爆炸 你下次告诉他说 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又是趴在地上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 像以前我小的时候 口袋里装满了 那个爆米花 然后我的姐姐们 从院子里 冲出去之后 那时候我比较小 我觉得我也要冲 然后他们一边冲 一边回头 对我还说 你不要跑啊 你不要跑 小心你的 爆米花都撒出来 我在想 我才不管 我四个口袋 都装了爆米花 然后就开始冲 冲冲冲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突然趴在地上 然后就开始大哭 满地都是我的爆米花 结果我所有的那些 姐弟们都回过头来 要剪 剪完了之后 也不能吃了 然后就开始哭 大家也玩不成了 就一起哄我 所以从一个小孩 很小的事情 都可以看到说 他不听劝 所有的老师 大概对这句话 都感触颇深 尊敬的老师们 你教学生的时候 你会觉得学生 会听你的吗 但是不能因为 学生不听 就不教 还得继续教 我们就是送走 一届届的学生 看佛陀无量接来 就不停地把 圆满的教法告诉我们 还有父母亲 小孩不听 也不会停止说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句话 可以看到 佛陀的悲心啊 耐心啊 他无量接来 在不可称熟的时间内 讲同样的东西 学过广论的同学 知道说 在善之德相里 有一个什么 悲体离艳 应移止 就数数地宣说法要 就重复地讲一个事情 讲久了之后 你的激情还在吗 有的人 在一件事上讲久 他就麻木了 但是佛陀的悲心 是从来没有减弱的 因为他已经达到 一个圆满的程度 他刹那刹那都不会减乱 就给我想圆满的教法 所以这样想一想 会不会觉得说 尽管我们在人生中 会遭遇各种各种痛苦 还有师父心疼我们 还有佛菩萨 心疼我们 一直想要把我们 从自己不停的 错误的习惯中 拉出来 拉出来 一直讲 一直讲 大家对急急忙忙 自己有感觉吗 焦躁的心 赶快找个东西 赶快做 然后急于求成啊 对不对 做什么都是 急于求成 没有做周密的规划 而且急急忙忙 还要去找一个 一定是配自己胃口的去做 结果没有得到 所以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佛菩萨的现象 就是慈悲的一直讲 那么我们的现象就是 一直听不进去 急急忙忙 做自己那一套 然后结果呢 就是一直在这个苦难中 所以虽然说经典是深奥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 零零种种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 但是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之后 我们会不会反思呢 我们会不会有这一个一个的例子 升华自己的生命呢 就是改掉的急急忙忙 配自己胃口的习惯 如果想说 改掉这习惯多困难呢 我不是处处跟自己作对吗 我们想要求乐 就得到痛苦 难道不是作对吗 与其最后发现作对了 还不如一开始 对着自己的习气 那哪条路更轻松呢 道理是可以这样讲 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 就回到师父说的那句话 真正要学本论的话 要肯学的话 就是真的要听佛菩萨的话 因为求取无上菩提之路 我们并没有成功 我们并没有经验 就佛菩萨要经验 所以你不听过来人的话 自己就是一根筋冲出去了 那到最后就跌得头破血流 然后不停地不停地 跌倒爬起来跌倒爬起来 虽然说一直向前冲 但是真的是受了很多伤 耽误了很多时间 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停地讲 那边不停地做自己的 怎么办呢 结果居然下面讲了化肠育品 大家说走着走着不走了 只要遇到困难 我们的常态行为就是 那好不走了 困难太大所以停止 面对这样的师父给个定义说 心量太差 但是我们会这样形容自己吗 我们会觉得什么 不是我心量太差 我已经努力了 是困难太大 或者说周围人没有配合我 或者说他没有理解我 或者说在我该得到你援助的时候 你不援助我 我怎么走下去啊 我们绝对不会把这个原因 归集到自己身上 说我心量太差 那也许还有一种方式 没错就是我心量太差 所以我不走了 就像小孩一样耍脾气 我不想吃饭 爸爸妈妈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就不吃 不吃以后就会 长不好 自己受苦 一辈子身体不好 所以呢 在化成一品 这里边讲了之后呢 大家就会看到说 佛陀是用着怎样的心 安慰着这样的一群弟子们 还没到地方 佛陀就化了一个成说 到了 这个辟于是辟于什么呢 其实无上菩提路 可以一直走到那个目的地 但是走着走着 有一些人就说走不了了 然后佛陀就说 到目的地了 所以佛陀为我们实现了一个方便 那我们想不想要在化成亭呢 还是想要一路到最后的目标 在这个化成一品里 我们会不会觉得 佛陀好贴心啊 再对比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遇到心量差的 不肯配合的 甩掉他就可以了 把他从团队里开除 带着他总是走不远 总是一路抱怨 一路叫苦 永远都不行 那把他开除 佛陀什么 变个化成说 你到了到了 然后给他喝点 吃点 阿味点 鼓励点 来劲了 下面又可以走了 所以看到这边 觉得满温馨的 但是 也是在想说 一直要佛菩萨化成给我们 如果能够彻底的信任佛陀 彻底的信任佛菩萨 就一直走下去 你要走多远就走多远 真的会累死吗 所以 当我们不停扩大我们的心量之后 其实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心到底能承载多少东西呢 我们还有多少脑细胞 有待开发呢 我们大脑的容量到底有多大 这一辈子使用了多少 为什么都觉得做不了了呢 没有汇率了 那么多的细胞都睡着呢 根本就没有把它唤醒 这是科学家说的吧 所以说要把那么聪明的 比一个特别特别宇宙最厉害的计算机 还厉害的我们的汇率激发的话 那你说我们到底这一生能成就多大的事情呢 但是 是不是就干预眼前的痛苦 干预这样的现状 没有去 用一个非常圆满的设计 为自己的人生 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规划 然后去冲刺 拘泥在现状的痛苦之中 不敢去奢望 更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